好的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赵全盛教授 请问我们解读一下这次18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意义跟重要性 都很多人认为这次的会议是一个历史性的会议 而且改革的规模是超越以往的 真是如此吗 还是外界的期望过高了呢 我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11届三中全会 那么每五年一次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三中全会这个意义上它是第七次 因为已经35年了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1978年那一次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 就是邓小平他是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给引出来 而且是实行了改革开放 如果我们现在看 也就是这个习近平前一段提出来的两段论 就是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 这个是一个拐点 重大的拐点 那么剩下来的这个七届呢 都是一个既往开来 也就是继续这个 这个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 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政策出台 那么我的判断呢 这一次也会沿着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路线 也就是邓小平当年这个打下的这个基础 如果说重大意义的话 恐怕这个是最重大的意义 就是继续沿着这个改革开放路线 继续走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看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六十多年的历史呢 后面这三十多年呢 恐怕一直都是往着这个方向 这一次呢 当然了 我们还要看很多具体的政策出台 但是从大局来看呢 恐怕这个改革开放 这样的一个路线会是继续的 好了 谢谢赵老师的分析 也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当然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我们关注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改革 那么究竟习近平有没有改革的魄力呢 他一直说这个改革要敢于肯 最难肯的硬骨头 要敢于涉险滩 那么外界检视习近平究竟有没有改革的魄力 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武汉教授 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全会准备通过的这个决议文 大概名称就叫做全面深化改革 那在从过去刚刚赵教授所讲的 这个历程从1978年以来 那么我们看到主要都是在经济体制里面 尤其是在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这些所有的政策里面 从一开始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 到1992年 1994年的这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然后再到这个2003年的这个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所以这个都是一路在跟跟随着整个社会发展往前走 那走到现在呢 那么在经济这块领域啊 再往下去就涉及到上层建筑的问题 所谓上层建筑就是包括了政治法律文化等等各个面向的 如果假如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调整好 那么将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啊 也就会这个扶植一具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要进入了这个上层建筑的改革 可是能不能走得出去 我觉得这个是在虽然政策可以提得出来 可是整个社会的矛盾已经到了一定的高点 我们也看到整个社会 经常会发生这种群众事件啊 或者是暴力事件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 刚刚武汉教授提到了这个上层建筑的改革 还有这个这次在我们看到这个开会前 是有一些高压维稳的一个情况 也不得不让我们就提到一个疑问 就问他说这一次的三中全会很大一个部分 是就要在经济方面的一个改革 但是如果是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能走多远呢 很多分析认为说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 就像一个人走路只有一条腿肯定会摔倒 赵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没错 这个应该是一个看的一个重点 我记得那个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 叫Joseph Nye 就是提阮实力的这位教授 他在当年在讲这个外交政策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提出一个理论叫三条腿的板凳 那么一条腿是经济领域 一条腿是政治外交 另外一条腿是安全 对吧 他说呢一个大国的他从外交角度讲 缺一不可 必须你不能光注意经济 对吧 你也不能光注意政治 你也不能光注意外交 你这三个要有一个平衡感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呢应该也是在往这个三个方向 应该都是心中心知肚明的这些问题 现在就是看能走多远 我们看到这个经济领域里呢 特别明显的一个带有示范性的例子呢 就是上海自贸区 那上海自贸区搞起来 它有很大的比以前有一定的前瞻性 另外推动各种政策 这个细节我就先不说了 那么政治方面的改革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不断的有一些议论啊 它除了大陆叫做维稳这个以外啊 因为出现了一些事件嘛 像天安门着火撞车啊什么 同时呢内部呢也有很多的讨论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 举几个例子 比如像这个陈一元帅的儿子陈小鲁 就曾经呢带着 他当年是北京八中毕业的红卫兵嘛 他就带着这个红卫兵 他的当年的一些战友们回到八中 去向老师们道歉 这个呢意思呢 实际上大概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了 有一种解读呢就是说呢 要不能再回到广卫大革命 这样的 对吧 要有一定的反省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大陆内部就是相当于这一代的 就是六十多岁现在即将退休的 这个过去的一些当年的红卫兵也好 或者领导人的子弟们也好 或者是现在的一些 现在都在有的第一线 有的从第一线已经退出 很多的这些这方面的辩论都有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两位当年这个这个红卫兵的这个叫做西城纠察队的这个负责人 对吧 一个叫孔丹 一个叫秦晓 两位呢 据说呢 也有一些辩论 也就是说今后 代有就是中国今后在政治改革也好 在政治治理也好 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也就是说现在呢 这个大陆内部啊 这方面的这个辩论 讨论还是很多 但是从这个这个十三届 十八届这个三中全会 从这个习理新的领导体制 恐怕还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就是既不能太过保守 也不能太过超前 还要根据这个中国大陆的国情来处理一些问题 恐怕目前呢 从这个最高领导层 从这次三中全会来看 恐怕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 好的 非常感谢赵全身教授的分析 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继续我们上半场的话题 请教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刚刚东宁请教了赵全身教授 关于这个维稳的问题 我想也顺着这个问题来请教 在台北的武汉武教授 就是我们注意到 就是在这个十八届三中之前 刚刚这个东宁跟赵教授提到了 就是关于天安门发生了 这个回族人士的这个撞车事件 那么此外还有就是在山西的中共省委 在山西太原的中共省委 发生了这个连环暴 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 那么这一次这个三中 我们也注意到还是有上访的情况 出现了 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其实在大陆的内部这种 对于中共的一些统治不满的声音 其实越来越高涨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维稳的这种力量 费用不断在增强 是不是这其实是洗礼体制的一个隐忧呢 我觉得这个洗礼体制是继承以前 这个中共在发展以来 所累积的这些社会矛盾 那这些社会矛盾在2005年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叫做这个群体事件 大概一年有八万多件 那么从那以后呢 中共大概对这个问题就很敏锐 就希望能够解决这个社会矛盾的问题 于是提出了这个加强执政能力 可是以后就再也没有再发表这个群众事件的这个数据 可是从2009年我们又看到了相关的报道 那个数字又很明显的增加 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应该是有争无减的 因为每一年都会有重大的事件来发生 那过去还没有网络这么发达 现在网络非常发达 所以中共想压制大概也压制不了 那这些问题在 我想这个从改革开放以来是层出不穷的 比方说在北京有所谓的上榜村 这个上榜村是集结了整个全国各地来的不平的这个声音 那可是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我想跟中共的这个体制是有关系 因为它是中央集权 所以地方上的一些事务 最后要解决都跑到中央去 可是中央能解决地方的问题吗 也不能解决 那么我们看到在台湾的一些现象就是 台湾是透过地方自治来改善这个情况 就是在地方选举的过程里面 这个地方官员必须去回应民意 所以地方的这些不平的这些事件 都会在这些过程里面逐步的解决掉 所以它比跑到中央来解决问题的少 那么在这个大陆呢 这些问题地方上不给予解决 只有到中央去 可是中央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想下面一个小问题 分别请教两位来宾 就是之前我们看到 因为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上台已经快要一年了 那么这个外国媒体已经开始 就这个两人的这个一年来的表现来做个评论 他们说其实这一年来算是一个平安无事 对两人来讲 对习近平体制来讲还算不错的一年 那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两位来宾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同意外国媒体对于习近平体制上台一年之后 这样的看法 先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武教授 我个人的看法是习近平大概一上台 就抓住了这个民众的需求 所以他把这个整风 把树摊 把反腐这件事情当做第一要务来处理 那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现在整个的这个民怨的沸腾 跟这个官僚体制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所以习近平认为这个官僚体制已经走到的群众对立面 所以他在整个党里面推动的这个就是跟去再回归到群众路线来 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这个这个这个功夫还有活动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习近平自己也以身作则来来带领这件事情 那当然说反腐或者整风也不是一处可及的 就是不会一下子就因为这个已经激袭已经很久了 但是总是领导人基本上这样子带着做 在人民的眼中他是会看得到的 那当然人民会还是会这个质疑地方官员的若干作为 可是对于这个领导人这样子雷厉风行的这样做 我相信是还是给予肯定的 是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 那么华盛顿的赵全胜赵教授 您觉得洗礼体制的第一年觉得还不错吗 我觉得正如刚才吴教授讲到的这个速贪反腐 这个确实是一个重点 特别应该注意的就是说这个运动呢 不光涉及到地方的党政部门而且军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也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行动啊 建立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 恐怕这一点应该说比前任要强势一些 对吧特别是在军队中 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再看这个上海自贸区啊 等等这些新的应该说带有一定亮点性的东西啊 这个也还是那么也还是可圈可点的 当然了实际上更就像很多人讲到的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啊 就是到底有多大质重 对吧是党内也好国内也好各个层面也好 那使他能够继续往前推进 或者在什么院意愿上能够继续推进 这些呢都是还值得观察的 也就是说呢 中国的这个经济政治改革呢 应该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拐点 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在这方面呢 在观察看到底能走多远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深入的分析东宁 好的 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 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呢 带您关注正在北京召开的18届山东全会 在节目的下半场呢 我们就将焦点转向国民党的19全会 场内场外有哪些的看点 那么演播是现场的来宾呢 一位是美一间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胜教授 一位是台湾昆山科技的大学的武汉教授 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来宾提问 或者发表您对我们上半场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400 120 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00 801 148 940 好的 首先接近辽宁叶先生您的电话 辽宁的叶先生您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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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 我要谈一谈啊 关于那个台湾 台湾呢 有的事情 我很不理解 我父亲啊 我父亲 我在台湾 全都不要拆了 结果 那个 旺宝 旺宝都知道我父亲的不回 男人不知道来哪个地方 叶先生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两个时间比较有限啊 您稍后再想想根据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三中全会跟台北的这个全代会跟我们发表您的意见 台中的姚先生是下一位 姚先生您好 请讲 好久没有来跟大家问候的首先信跟大家问候 最重要的就是海峡两岸啊 好的 谢谢 姚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台北的余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你好 那个共产党在北京开会 国民党在台湾开会 是 那两个党他们的重心都不太一样 共产党的重心是政治改革 台湾最近是经济改革 其实不管政治 不管经济 其实核心的问题都是品格的问题 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有伟大的品格 两岸在这个方面其实要努力 大陆有地沟油 台湾有大葱油 大陆有毒奶粉 台湾有毒电粉 两岸真的在品格上应该加强 否则中华民族为几年 这个余先生谈到这个重点非常重要 这个食品安全是两岸都共同关注的问题 不过我想暂时把这个我们的问 焦点拉回到这个三中全会 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胜教授 当然刚才你也评断了这个习弟体 就是一年来的表现 还有这个习近平的在党内的权威 事实上这也是美国媒体 这次关注三中全会的一个焦点 过去他上任来这么多的时间 一直在不断累积他的政治资本 你说要谈这个改革的魄力吧 也跟他的实力有关 究竟他这上任以来 累积的这些政治资本 能不能转化成 他在党内的一个巩固权威地位 包括这个一些已经退休的 中共领导人最近的一些表现跟谈话 还有这次在三中全会当中的一些现象 能不能反映出 他已经巩固了党内的领导地位 真的能够实现大刀阔斧的改革了呢 刚才你问到这个累积的 这个实力和政治资本这个问题 前一段有一个卡通篇大陆出的 把习近平的经历和欧巴马的经历 比较了一下 也蛮有意思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从基层做起 当秘书 然后又下到县里当县委书记 当第一级的领导 省级的领导 一直做到湖北省 然后浙江省 然后上海市的书记 就是地方大员 所以历练比较完整 而且地方军队都做过 这个从这个角度讲啊 应该他的这个历练 他的资本 还是很雄厚的 再加上他有这个父亲 老一代 就是叫做革命家嘛 这么一个 那么这样的一个比较而言呢 确实有他的 但是这里面最关键的呢 还应该要看他所用的人 他所这个采取的政策 从目前来看呢 这一年下来各个位置上啊 基本上他熟悉的人也好 或者他认为比较能干的也好 现在都都放在各个岗位上去 比如这个经济改革 就用了一个刘鹤嘛 刘鹤曾经在哈佛大学 也也也来进修过 也有一些内外的经历 就举这样的例子吧 就说呢 当然了在军事外交啊 各个经济啊都有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个下一步呢 得继续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 现在刚刚一年 按照这个大陆的惯例呢 要有两任 两任就是十年 所以这十年走下 一年五任嘛 这十年走下来 也就是说这个 如果我们用一个时代 这个称呼啊 比如说邓时代 江泽民时代 这个胡锦涛时代 现在习近平时代 这个习时代 这十十年 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可以发展 刚才讲到满英九 满英九恐怕只有两年了 他那个相比而言 他的空间相对 两人面对的情况相当的不同 相当不同 稍后我们在下半场 可以慢慢的来讨论 希望他有一些听众 接他们电话 四川的傅先生 您好 请讲 你好 你好 请说 你好 傅先生请讲 你们的情报 我卡得很久了 我从电视台卡的 我从电视台卡的 你们的情报 你们的情报很好 哦 你们的情报很好 等学来听一下 十八月大中学会 请你们先来卡 哦 你们的 好的 谢谢四川的傅先生 他口音很重哦 王老师 您您听懂的 我大概听了 因为我夏天还到重庆和城市区了 他就是说 你们这个节目很好 评论三中全会 也很感兴趣 他说他是一个老听众 大概基本就是这样 那么我也是同意 四川傅先生这个 这几次讨论 都是很重要的题目 另外也同意台北余先生这个 就是品格问题 品格问题 领导人的品格问题 然后视频安全 这都是国际民生的 两岸民众也很关心的话题 再接一位 湖北的李先生 湖北的李先生请说 两位嘉宾先生 我说 就是两岸的这个真正的向往的并不是统独为意思 这个统独对于两岸人民来说 这个争议不是太重要 但是重要的是这个大陆的领导人 跟台湾方面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 他们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 一个是关系大陆 从关系全中国民族 包括全体这个世界的华人 一个呢 他就是博物于这个共产党政权的这个独裁体制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 谢谢湖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也提到了这个两岸关系 我们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最后一个有关我们上半场的话题 因为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事实上两岸关系也走到了一个深水区 那么这一次三中全会 他会勾勒出未来中共五到十年的一个执政方针 其中有没有纳入一些有关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些重点 还有这次三中全会 您个人的观察 对于接下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吴教授 由中全会的性质来讲 他应该是处理的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 那么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里面 涉不涉及两岸政策 这个两岸政策通常都是在大会的时候才会提 带的一段文字来处理这个两岸政策 所以在中全会所提出的这些决议啊 或者是其他的讨论事项里面 大体上是不会有关于两岸政策的东西 但是这次所讨论的这个议案里面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里面 我倒认为对将来两岸两岸关系会有很重大的影响 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引进涉外经济体制 那么这个涉外经济体制就是引进外资 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我们台湾现在还在卡在这个立法院的一个 服务贸易协议的问题 如果假如说我们台湾在这个部分 自己还自乱阵脚 没有办法赶快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将来在大陆具体的来做了这件事情 像全世界都在开放这件事情 台湾大概又要落后一步 所以这个我想涉及到将来两岸的这个互动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好的 非常感谢武汉教授的分析 我请还在线上的听证观众朋友们耐心等待 加入我们下半场的讨论